很多人喜欢赛车竞速 到底是四轮的快还是两轮的快 赛车和山地自行车进行了一番惊险的较量 而且自行车还是人力采动 过程刺激 结果精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陡峭的山间小道 以赛车的速度骑车已经非常惊险 如果再加上汽车不时从头顶横着飞过 或者自己坐下的自行车 腾宫飞越过急驰的汽车 那么这就已经可以称作世界上最动人心魄的比赛了 在葡萄牙中部地区的罗塞山区 来自西班牙的世界拉力赛车手索尔多 接受了山地车骑手拉康贵德的挑战 两人比赛的起点和终点一样 但是路段却是大部分不同 当汽车在风景秀丽的山路上 滑起一阵阵尘土烟雾时 山地车正沿着一条路更直接 更陡峭的小路向下猛冲 两人的路线不时有些交叉 最后到底是谁快呢 索尔多的四轮赛车先碰响了终点的铃铛 但赛车刚过终点 山地车也已经到达 战绩还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